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 研究报告节目 在这期报告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唐纳德 特朗普的历史性回归 如何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击败卡玛拉 哈里斯 尽管他面临着重重挑战 包括思想起诉和一系列法律问题 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的经济和移民问题 吸引了各种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群体 尽管面对许多困难 他仍然在关键周中获得了胜利 并成功安插了忠实的支持者 为自己的竞选奠定基础 然而 特朗普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胜利 还涉及到美国未来的方向 随着他面对的法律挑战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和内政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选民的反应 特朗普的策略以及国际局势的演变 将深刻影响未来的美国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分析这些因素及其可能的后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的内容来源于CBS New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Foreign Policy 三者共同探索了 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及其可能的影响 在一场激烈的竞选后 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战胜卡玛拉 哈里斯 标志着这位前总统的历史性且极不可能的回归 特朗普曾在2021年卸任 当时未能推翻2020年的选举结果 之后成为首位面临州或联邦罪名指控的前总统 并在四项不同的起诉中遭到定罪 在选举之夜 特朗普称 我们克服了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克服的障碍 为了每个家庭及其未来 他誓言将继续奋斗并宣称 这将真正是美国的黄金时代 根据CBS新闻的预测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 佐治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关键州中获胜 以276票超过270票的选举人票门槛 尽管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 仍在计票中 特朗普已经确保了总统职位 在出口民调中 特朗普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中 获得了压倒性支持 并在黑人和拉丁裔男性当中 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不断攻击现任总统拜登 及其后继者哈里斯 尤其在通货膨胀和经济问题上 尽管疫情导致他的总统任期内 经济停滞不前 选民对经济的看法甚至比2020年更为消极 在全国级关键州中 更多选民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 比4年前更糟 在佐治亚州 根据出口民调 独立选民以54%对43%的比例 支持特朗普 尽管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 获得了与特朗普相同的独立选民支持 但这代表他的支持率 低于拜登在2020年的表现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 也保持了强势立场 几乎每次竞选活动中都发誓 如果再次当选 将进行大规模驱逐 出口民调显示 选民相信特朗普能更好地处理 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 特朗普在此次选举中 成功吸引了那些 尚未决定的年轻男性选民 这再次证明了 他强大的选民基础 特朗普成为首位 获得总统职位的定罪罪犯 在纽约封口费案件中的联邦定罪 将于11月26日宣判 引发了关于当选总统后 他将如何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 他还面临其他三起案件的刑事指控 这些案件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78岁的特朗普 打破了拜登的记录 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 在通往总统之路上 特朗普幸存于两次刺杀未遂 第一次是在2023年7月13日 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集会上 枪手的子弹擦过他的耳朵 第二次是在9月15日 西宗驴探的高尔夫球场上 嫌疑人在特勤局开火后逃跑 特朗普于2022年11月 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 启动了2024年竞选 此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 未能实现红色浪潮 他的竞选建立在报复 反移民言论和持续的 民粹主义经济及社会政策转变上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在2023年3月24日 德克萨斯州维科首次集会中达到高潮 这一天恰逢联邦特工与大卫教派 对峙30周年 特朗普将自己的竞选形容为 最后的战斗 并承诺对被视为政治敌人的人进行报复 尽管深陷法律困境 特朗普在初选中仍保持优势 面对多位竞争对手 包括曾在他政府中任职的前副总统 和前联合国大使 在共和党初选中 特朗普对他的最大威胁 似乎是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 但德桑蒂斯未能获得足够支持 最终退出竞选 随着特朗普获得提名 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内部 安插了忠实支持者 专注于选举完整性 和提前投票法的改进 在与拜登的辩论中 特朗普因拜登的表现不佳而受益 导致民主党内部 对其领导能力产生疑虑 随着拜登退出竞选 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而特朗普则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 JD·范斯作为他的副手 在竞选的最后几天 特朗普将焦点转向攻击哈里斯 将其称为低智商和愚蠢 并不断批评他的移民政策 尽管他的竞选活动陷入争议 但特朗普承诺 如果当选将带来一个伟大的美国 与此同时 美国面临的国际挑战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也被提上日程 特朗普必须在胜利后 立即解释他如何计划结束乌克兰战争 以避免战略优势被俄罗斯占据 乌克兰的情况严峻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被破坏 能源危机和俄罗斯战略的压制下 专家普遍认为 乌克兰正在逐渐失去战争 特朗普的胜利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美国及其盟友 对他们愿意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 设定了限制 许多专家担心 这可能助长普京的自信 即便在和平协议的情况下 允许俄罗斯保留其侵略的领土 也被视为不利于长期和平的因素 美国的失败将被视为 对其全球信誉的重大打击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对普京持有积极态度 但他需要明白 乌克兰的失败将对美国及其盟友 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已在这场战争中 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和金钱 特朗普需要对此 有清晰的认识和计划 请大家继续收看 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报告 特朗普胜选对移民、堕胎、税收和民主的影响分析 摘要 本文从移民政策、堕胎权利、税收改革和民主制度等四个方面 深入分析了特朗普若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选 可能带来的影响 通过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 我们探讨了这些政策变化 对美国国内外的潜在影响 以及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可能重塑 关键词 特朗普、移民政策、堕胎权利、税收改革、民主制度、美国政治 一、引言 特朗普在2016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其一系列政策引发了全球关注 2024年若他再次胜选将对美国和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从专业角度分析特朗普可能实施的政策及其影响 2、移民政策的可能变化 2.1历史回顾 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重大转变 他倡导美国优先 强化边境安全 提出修建美墨隔离墙 推行零容忍政策 导致非法入境者被拘留和遣返 2.2可能的政策措施 2.2.1加强边境管控 预计特朗普将进一步加强边境安全 包括增加边境巡逻人员 使用先进技术监控边境 提高非法入境的难度 2.2.2修改移民法案 可能推动国会通过更严格的移民法案 限制合法移民渠道 例如家庭团聚和庇护申请 2.3影响分析 2.3.一对移民群体的影响 加强执法可能导致移民社区的不安全感增加 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加大 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2.3.两对经济的影响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 移民对美国GDP的贡献约为14% 收紧移民政策 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 影响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 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 2.3.三社会融合挑战 严格的移民政策 可能加剧社会紧张 增加种族和民族间的矛盾 不利于社会稳定 3.堕胎权力的前景 3.一法律背景 2022年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素维德案 取消了联邦层面的堕胎权力保护 各州有权自行立法 3.二特朗普的立场 特朗普在其政治生涯中 多次表示反对堕胎 支持保守派的生命权运动 他任命的保守派法官 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3.三可能的政策举措 3.三点一推动联邦层面的堕胎禁令 可能尝试推动国会 通过全国性的堕胎限制法案 进一步收紧堕胎权力 3.三点二影响司法体系 继续任命保守派法官 加强反堕胎立场 在司法系统的影响力 3.四影响分析 3.四点一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堕胎限制可能导致 非法堕胎的增多 危及女性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每年约有2.5万名女性 死于不安全的堕胎 3.四点二社会两极化加剧 堕胎问题在美国 是高度政治化的话题 进一步的限制 可能加剧社会的两极化 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 3.四点三国际形象受损 美国在人权和女性权力方面的 国际形象可能受损 影响其全球领导地位 4.税收政策的调整 4.一特朗普的税收理念 特朗普主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 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 降低了企业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 4.2预期的政策方向 4.2.1进一步减税 可能继续推动减税政策 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和企业 以期促进投资和就业 4.2.2调整税收结构 可能通过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 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 4.3影响分析 4.3.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减税可能短期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预计减税政策 在2018-2020年间 对GDP增长的贡献 约为0.7% 4.3.2对财政赤字的影响 减税可能导致联邦财政赤字扩大 CBO预测 减税政策将在10年内 增加1.9万亿美元的债务 4.3.3收入分配不均 减税的收益 主要集中在高收入者 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PO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85 处于高水平 5.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5.1特朗普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特朗普执政期间 与媒体、司法和国会的关系紧张 多次质疑选举制度的公正性 引发对民主制度健全性的担忧 5.2可能的行为模式 5.2.1挑战民主制度 可能继续质疑选举结果 削弱公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 5.2.2集中行政权力 通过行政命令和人事任免 强化对白宫的控制 削弱制衡机制 5.3影响分析 5.3.1民主信任度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仅有20%的美国人 对政府信任度高 进一步的冲突 可能导致信任度继续下降 5.3.2法制受到挑战 干预司法和执法机构的独立性 可能侵蚀法制基础 影响司法公正 5.3.3国际影响 美国的民主示范效应减弱 可能削弱其在全球民主推广中的影响力 6.案例研究 6.1移民政策 家庭分离事件 2018年 特朗普政府实施零容忍政策 导致超过4000名儿童与家长分离 引发国际社会谴责 若继续推行类似政策 可能再次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6.2堕胎权力 德克萨斯州法案 2021年 德克萨斯州通过严格的堕胎限制法案 禁止6周后堕胎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法律挑战 联邦层面的堕胎禁令 可能使此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6.3税收政策 减税效果评估 2017年的减税政策后 企业会购股票数量增加 而投资和薪资增长有限 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 2018年 企业会购总额达到8060亿美元 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0.2% 6.4民主制度 2021年国会山事件 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 试图阻止选举认证 此事件凸显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若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可能对民主制度造成更大的冲击 7.结论与建议 7.1结论 特朗普若在2024年胜选 可能对美国的移民政策 堕胎权利 税收制度和民主制度 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 国内社会紧张加剧 经济不平衡扩大 民主制度受到挑战 并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 7.2建议 政策制定者 需要权衡政策的短期收益 和长期影响 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正性 民间组织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 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国际社会 持续关注美国政策变化 评估其全球影响 加强多边合作 维护国际秩序 参考文献 一 美国商务部数据 二 世界卫生组织 堕胎安全性报告 三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财政预测 四 皮油研究中心调查报告 五 标准普尔企业回购报告 作者 中国研究院 日期 2023年10月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